你好 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阿伯老師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邊都有在種紅菜頭 你在種均勻喔 他現在是那個菜頭 有一個孤世 有一個孤世孤 那是說 現在要補在我的產地 來放三個比較不適合 喔 補色的種 種你帶放三個 古老乾淨是比較好用 還是什麼 好 好 好 就是這個問題喔 好 謝謝 老師你聽得清楚嗎 有 OK 好 來 其實這兩項 因為一個是漢族 一個是水窟 所以呢 這個我們大概 如果是 在相關的一個問題 裡面 不用貴德的一個 渣心 因為 在我們紅菜頭人人 這個東西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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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菌病 這個 他主要在 這個 這個 後面 比較慢一點 有時候就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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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 如果說 這個 下一個 這個 硬性 這個 最主要 是 受天氣 的,影響 最多的 這個 最主要 就是 是要有這種濕和冷的產生 不過這種的一個病害 很怕這個堵水 就是說因為它有暖過 我們這些東西在途中 有可能是造成一個影響 影響到後一期 但是這個要打開 所以稍微堵水 這就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大概我們在水中 可能就不用過頭的一個擔心 不過在外有一個 它這種病害和它很盛 但是這種是一個叫小粒菌合併 就是說它這兩種的病害 是差不多 但是這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橄欖紅菜頭 這個不會去橄欖到我們的水中 所以這個處理上應該是 比較不說很要緊 但是就是說如果是晒 我們有這個 知道說有這個病 因為我們現在在處理不是 沾對水中 是沾對這個後是水 沾對到我們後是水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有更可能 更種人印的 他很有可能的一個 這個效果就更好 所以通常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去補產 如果要補產 我現在要補產 補產之後 我零工要有可能的這個製造人印 如果是這樣 我們盡量可以讓他去 算頭一邊 讓他去炒胖 把他翻出來 可以讓他補產 讓他補產 這個效果就很好 這個底下 尤其我們如果是水中了 要補產 要補產 這製造人印 這製造人印 還有撲一下 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簡單的 如果說 因為這些產地的東西 你不可能把他扣掉 所以我們有可能說 我用一些什麼 來幫助這個 算對白海的這個 控制效果比較好 這樣 不然是建議你用這個堆肥菌 這個堆肥菌 你一分塊 你也是差不多半公斤來用 就有了 就有夠 在這個核產 還是說 你要拗菌前 讓它堆肥菌 稍後 在這段時間裡面 他利用這種解釋方釋 就可以有很好的一個 這個 利用的效果 當然 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領工要做的 進行 稍微打一個這個 稍微打一個這個日 這應該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地方 這可以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知道一下 這個大概處理的方釋 這不用過多的一個 這個時間 其實你沒有處理 只有堵水 這對水中也沒有影響 只是說我們如果處理這個 是後來 對他的一個這個 對吉他 算我們現在還要做 還是說還要做這個人 這等級 我們要做 這樣對後的水 是比較好 所以這處理的方法 你稍微了解一下 這 可以用這種方釋 來做處理 這個效果 就比較真有